这边再说一个前段时间 大家非常关注的刘诗诗跟吴奇龙的婚礼 其中有一个关注焦点 二位在婚礼上穿的衣服 大家看到了 既是传统的中式衣服 里边有改良的元素在里边 那么这个衣服后边到底有哪些细节 有哪些故事 我们记者有请采访到了服装的设计师 咱们一块去看看 请看报道 这款是的是刘诗诗 他这次刚刚举办的婚礼 他在中间穿的那件衣服是跟他同款的 郭培独家透露 刘诗诗在婚礼前曾四处挑选嫁衣 直到看到这件 那可是一见钟情 但是我们带了一些样品 让他感受一下 但是他一眼就看中这个 他的可能有一些情节是传统情节 蛮重的 这件衣服其实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他可以是说 中国曾经在一百年前的 就是一件最极致的嫁衣 所以他的款式已经流传一百年了 这款嫁衣无论是款式还是图案 都是中国传统的嫁衣样式 衣服呈现的是一种荧光闪闪的外观 绚丽夺目 但这可不是布料的颜色决定的 而是因为绣工在衣服表面绣满了图案 它本身是在红色的那种断底上 就是满托而成 所有你看到的颜色都是线点 这里粉色就粉线 黄色就黄线 真的是这些金线和银线 我们选的都是含金含银的 这些颜色保存说一百年 传承几代人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继承了传统样式 为了适应现代风格 郭培也在原油款式上做了微调 比如袖子变短 这样手腕上的饰品可以露出来 掐细了腰身 还把裙摆变短 做成A字裙 传统的同时还多了些俏皮 然后这对洗扣是我们设计中的 我加上去的 但这两条袋子叫子孙袋 当然我们比它做的要精细 就是我们背面都修了 然后裙子呢 然后加了一个码面 加了这种宝剑 就增加了它的仪式感 它的绣法是潮袖 正因为在这些地方 加了许多细心设计 这件嫁衣被留实施 一眼相中 在婚礼上大放光彩 不同于苏绣属绣 潮绣最大的个性和特点 就在于它的造型立体 具有浮雕的艺术效果 要想达到这种绣法 对于刺绣工人的要求 则是非常苛刻的 它下面呢是垫的棉线 或者是棉 先用这个棉 或者是这个棉和布 把它先垫成这个形 然后在上面呢 再用金线去 再平伏着盘绕 前不久 黄晓明杨颖的婚礼 也是选用了锅培设计的中式嫁衣 这个呢 你看在西式的形式中呢 有一个我们传统的缝 缝呢 是用它来寓意 寓意着女孩子的美 那还有很多的花朵 那花朵和这块提花面料 其实是很相应的 所有的红色的桃花 和本身这个 这块面料提了很多的叶子 它本身在面料中呢 是这种叶子 然后我们用花来和它呼应 然后又绣了一只缝 穿行在其中 然后它的下摆 还是有点起薄的感觉 可是我们加了一个后拖尾 后拖尾呢 它就好比我们中式服装的 这种前马面一样 它其实也是表达着你的身份 你看到它的刺绣的方法 就全部都是用金线手绣 下面呢 垫的是非常有力度的皮 要把这皮刻成这个层次 你看像这个部分 就垫了三层皮 那像下去滑下的地方呢 就是从三层皮 用刀子把它炫下去 然后这里呢 就几乎是垫了一层皮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 上下起伏的层次 所以增加了这件衣服的 这种张力 它的表现力 所以在踢台上呢 就会让大家 所有刺绣抓住了 它们的视线 2016年1月 一场在巴黎举办的服装秀 正在进行 而这是巴黎高级时装工会 成立的158年间 首次给一个第一次做申请 并且从未在巴黎办过秀的 亚裔设计师发出的邀请 这个设计师就是郭培 他们就觉得 我好像和我的作品差距很大 他们觉得我的作品 做这些作品的人 应该是那个样子 然后当你出来的时候 我就 这么小 说我这么小一个人 我本来也没有很期望 它有一个什么结果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现场来了这600人 我们只有260个座位 你知道吗 人儿还人儿几人 然后座位楼梯 就是它的那个通道都坐满了 所有能占人的地方 都层层层层的占满了 其实看这片子之后 我更希望大家看到的 不是说衣服费了多长时间 花了多少钱 有多少金银珠宝在上面 而是看到呢 嫁衣这种特殊的衣服 它背后传承的文化 包括说背后传承的亲情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是否群 我们最后的描托 我们